大家好 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認識鮑勃的人就知道鮑勃春夏秋都都愛吃冰 不論是甜而不膩的Gelato 或是長像儀花的聖代 還有少女心噴發的冰淇淋 或是小朋友不要輕易嘗試從天上掉下來的雪 但一直以來鮑勃對日本的剉冰很無感 以為就是日本夏日祭典中常出現的深水蝦色素 直到前幾年跟文在田典百明店、達魯麻雅冰果子店 直到天然冰的時候才知道剉冰可以這麼貴 但好像又貴了合理 天然冰通常是指利用山中持質於冬天結凍的水所做出來的冰 所以雜質比較少 吃起來比較柔軟 而且入口即化 有其他特別有名的天然製冰 比方說位於製富的阿佐梅冷藏 開業已經130年了 這家店使用的冰是製富深山中的天然冰 所以口感綿密且細緻 搭配50匹添加的自制沾醬 能夠在產地直接吃到天然冰是最棒的 但離東京通常都很遠 但東京也有很多剉冰店使用冰店的冰塊 比方說位於炒鴨的雪果 使用的就是富士山的不二級冰 然後純手工製造的糖漿 以及大量的奶油 應該是年輕人最喜歡的口味 起米漬豆使用的來自日光的米漬薄西天然冰 配上看得到果粒的果醬 非常新鮮 為了不浪費食物 店家還貼心的提供吸管讓大家喝冰 吹道一提家的店是手動幫客人剉冰的喔 另外推薦幾家在東京使用純冰的剉冰店 比方說餵木白的西姆拉也是名店之一 銀座的金山的金家 就是打著生薑口味的糖漿 吃起來不會很嗆 還有淡淡的香味 年輕人超愛的鷹心丁的Yuki Yusagi 也是非常的漂亮 適合打卡 甜到清看裡的滋味也讓難以忘懷 那想要日本的剉冰應該就一定會聯想到魚制金石的剉冰吧 那我們直接就到魚制的中村藤積本店 包補你的這個右邊抹茶 左邊活及其他剉冰 讓你一致享受老茶鋪生客的喉感 京都粗丁 伊勢漢的阿蜜茲莉 使用高級的抹茶蜜 搭配白玉 小豆還有雙麒麟 寒天QQ的食感更有加分的效果 其實冬季也是蠻多地方可以吃到抹茶冰的 比方說玄樂版的季之扇 西元1860年就開業了 抹茶 白玉 還有紅豆都是一流 前掃浪花醬的抹茶冰 就是抹茶蜜加上煉乳 簡單蛋好吃 夏天大排長龍 最後包博再介紹一些有特色或私心推薦的剉冰店 位於六本木的椰樓 不走日本風格 店內有濃濃的美式感 包博的提拉米蘇剉冰加上Oreo 在日本剉冰店也蠻罕見的 三軒茶屋的Wakichinkana的特色 就是有創意的糖漿 有時候會有限定的商品 大家可以來挑戰看看 上野的Kuriya Otona Kurogi 包博最愛吃的就是黑蜜加上黃豆粉的剉冰 黑蜜做的奶油加上一點胡桃 十分的有賣相 甜中帶鹹的口感 絕對不能錯過 最後我們再回到京都 Kinana這個可愛的名字就是Kinako no Ice 黃豆粉做成的冰淇淋 使用單坡黑大豆 不添加任何化學調味料 吃起來非常的好吃順口 我們拜訪的時候接近夏天 點了魚汁金石的剉冰 還有黑糖金石的剉冰 淋上煉乳 甜而不利又失的IG打卡 吃得好幸福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希望大家在看完影片之後 能夠多了解日本剉冰的好 以後來東京玩的時候 記得揪包博一起吃剉冰喔 掰掰